同學們好,來看一下教導大的研究所考題 這個問題可以想成是一個振動問題 這個振動問題它有一個外力的作用力 這個外力的作用力它只有在第一秒鐘內有施力 過了那一秒鐘之後就沒有了 而且施力的大小是一牛頓 各種學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思考 就把它工程的意義稍微的理會一下 接著在第一秒鐘內有施力的行為 可以換成一開始就兩個函數相減 一個是從T等於零開始就有一個單位的外力 另外一個是過了第一秒鐘之後才有一個單位的外力 這兩個相減之後就跟原來的概念是一樣的 這個可以線性疊交 再引用一下單位接聽函數的定義 這兩個單位接聽函數沒有錯 如果同學學過單位接聽函數的話 沒有學過現在看一下也會了 就是看一下這個單位接聽函數的寫法 就從一開始T等於零一開始 它就有一牛頓的外力存在 另外的話是過了第一秒鐘之後才有一牛頓的外力存在 兩個相減的目的是要形成 只有在第一秒鐘之內有外力的作用 回到原來題目的概念的意思 我就把這兩個單位相減 科學學我們來完成一下上面這個問題的討論 原來的函數做拉斯轉換 左邊的部分有Y兩次微分加上2Y 右邊就是剛剛說的那兩函數相減取代幅 一個是U over T 一個是U over T-E 然後我也把需要的拉斯反轉換或是轉換的公式都寫旁邊 那兩次微分加上2Y 做拉斯轉換我需要 需要用到它 它就會是S平方乘上位移做拉斯轉換 再減掉S的一次方乘上初始位置 再減掉初始速度 這是兩次微分還速做拉斯轉換得到的結果 後面那項2倍的Y那項也要留意一下 兩倍的Y做拉斯轉換 所以2再乘上Y做拉斯轉換 位移做拉斯轉換 等到右邊呢 等到右邊是兩個單位階體的函數做拉斯轉換 因為是A代0 A代0相當於這種狀況 它就是E這個函數做拉斯轉換的狀況 所以它是S分之1 另外的話是A相當於是1 剛剛是A等於0的狀況 現在這個底下這個是A等於1的狀況 所以是S分之exponential的-S次方 然後題目的說法是 初始位置在平衡位置上 初始速度在這邊是當作0 題目告訴我的 所以左邊只剩下兩個同類項合併 那係數的話是S平方加2 再乘上Y做拉斯轉換 等換右邊的話是S分之1 減掉S分之exponential的-S次方 各位同學 我現在再把係數除到右邊來 就可以找到頻率的答案了 頻率的答案現在是S乘上S平方加2 取倒數 再減掉S乘上S平方加2 分之exponential的-S次方 這個叫頻率的答案 有了頻率的答案之後 下一步要找時間率的答案 時間率的答案就是要做拉斯反轉換 拉斯反轉換想像 對第一項來說 我可以把它分解成S分之多少 加上S平方加2分之多少 後面那項也是一樣 後面那項也是一樣 拆開變成S分之多少 加上S平方加2分之多少 然後我們觀察一下 因為合併之後要變成1 常數1 所以這個要放2分之1 2分之1乘上2才會是1 但是多出一個2分之1乘S平方 要抵消掉它 所以這邊要放-的2分之S 後面一樣只是多乘上一個自然指數函數 2分之1乘上自然指數函數 這邊-的2分之S 再乘上自然指數函數 然後最後這兩個 最後這兩個 它是反轉換的公式用效 倒數第二項告訴我說 看到S分之1就想到它是1變過去的 現在只是多乘一個2分之1 2分之1乘上1 那還是2分之1 後面那項呢 可以把A 這邊有一個A平方 A當作根號2 減掉1分之1乘上cos的根號2t 好 前面處理完之後 處理後面的 後面那些準串是減掉的關係 好 第一項來說 我要用那個t的平移定理的概念 好 相當於A是 第一個來說 A是1 A是1 好 A是1 會乘上一個u of t-1 好 高度學 u of t-1 你也可以 再去領會一下剛剛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的概念 好 再來 其他相關相似就是把 剛剛算過的裡面有看到t的話 要換成t-1 A是1 所以是2分之1 2分之1裡面沒有t 所以2分之1還是2分之1 但是這個cos裡頭有t 好 cos裡頭有t的關係 所以我要把t換成t-1 可是這樣寫不對喔 一定要加一個瓜糊 一整項換掉的意思 好 這是這個問題要我們算出來的答案 請同學們參考看看 好 謝謝大家